落花滿天閉月光 四一杯赴千風台上 觀眾朋友你們好 歡迎收看阿湘講戲節目 很多人都說 《帝女花》我也會唱 《帝女花》這一首曲 叫做《莊台秋詩》 是非常好聽的一首粵劇小曲 其實《帝女花》有很多故事 譬如誰唱紅的 就是任伯、任劍輝和白雪仙 她講述什麼呢 她講述是長平公主和周世賢的故事 我們《月曲》就最好 看粵劇學歷史 學到很多歷史的故事 真的很有教育意義 假如你經常貼著我們阿湘講戲節目 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然後就介紹給你的博 看看這一期有什麼精彩內容 有一個話劇演員 他非常之資深 他的話劇演了很多很成功 他是國家的一級話劇演員 其實他對粵劇也很有興趣 他曾經幾年前 我聽人說 你是不是想開一個個人的粵劇演唱會 他說其實我真的想開 你想想吧 你想想他的粵劇唱多少 即足可以開一場演唱會 這個演員挺全奇的 他是誰呢 就是彪叔吳元彪 一齊看看他的故事 觀眾朋友 平時我休息的時候 我李慈商也會去電視劇客串 有一次我跟72間房客的劇組 一起拍電視劇 我拍拍一下太子餅 雞公福跟我介紹一個人 他說你的粵劇節目要採訪這個人 他是話劇演員之中 唱粵曲唱得最好的 他就是彪叔吳元彪 彪叔你好 你好 阿嫂 你從藝多久呢 我記得在國慶六十周年的時候 市民園的同志打電話給我 他說表叔 你有沒有從藝六十周年 我跟他說笑 我說應該不止 不止 他說為什麼 因為我自小在良胎 我就受到 分圖 戲劇的分圖 因為你媽媽也是做這行 不是 我媽媽是一個 超級票友 是 是一個戲迷 我父親是一個醫生 我們五兄弟姊妹 我媽媽沒有工作 是一個家庭父母 如果靠我父親的職業 沒有辦法維持我的一生 所以他晚上 就在戲院兼職賣票 我媽媽是一個戲迷 所以有了我的時候 就拖著我去看電影 我出生了 就背著我去看電影 我懂得走就拖著我去看電影 所以我從小就受到 現在叫粵劇 以前大戲 我真的看大戲長大 很多老官我也看過 譬如呢 譬如 秦小妮 真的很老前輩 是呀 很老前輩 賀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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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情真 偷到宵雙本 他成名的 凡康 我年輕的時候 我的模仿力比較強 所以法康 我也會唱 現在不行了 現在不行了 羅家權 羅家權 有稱為 《生咒王之稱》 《廖客懷》 我看過 《廖客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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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玉堂》 很多老官 我都看過 很多戲 我當時有些印象 你說 胡不貴 是國師胡不貴 真棒 我可以從頭唱到尾 每個角色 我都可以 是嗎? 很厲害 是 他那個《家婆》 不要說你說不願 我都不願 婚姻不同 第二件 鬼相拆散 你的恩怨 不過有你在處 就搞不定 我也記得 連女角的你都記得 什麼角色我都做 厲害 好厲害 因為很小時候 很小時候喜歡演戲 在床上演戲 我跟蚊杖做幕 是 老爸那條褲 四貴褲做水袖 是 其實很多小朋友都是這樣 是 從小我喜歡演戲 你說《柳藝傳書》 可以從頭唱到尾 我都可以 每個角色我都可以 看了很多羅家寶的戲 是 《雷玉郎》 林小群 鄭以文 那些我都看過 台下鄭以文 真的很美女 鄭以文是很美女 是 粵劇界是美女之一 所以我受粵劇的分圖自小 是很美女 吳玄彪 很多人都喜歡 很多人都喜歡 但是我最喜歡的還是白俱榮 白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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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服她 她是失明的 是啊 是啊 我們看她演戲的時候 她抬口做一條白布 白布 是啊 她只有一個光感 其他她看不到 她厲害 真的厲害 我認為她是偶像 她不管是唱好 就算是口白 都相當好 她很認真的 她的客途秋恆 為何唱得這麼滄涼呢 聽說她專門去澳門 找那些私糧 街頭賣唱那些 專門請她去酒店 就唱給她聽 是 因為那些人 其實她的身世是很坎坷的 所以唱出來的藍音 那些木語 都很蒼涼 我很喜歡她的唱歌 《二堂放紙》 不如弄幾句來聽聽 《二堂放紙》 聞來聞去 都是孵了沉香 真是像 《雞啰皇年名虎上海》 《雖叫你有兩色無兩羊》 《雖叫你兩色無兩羊》 《真的好沒!最好》 她那種聲情并滅 我聽著你唱 你的氣息控制得很好 你就是一個話劇演員 其實畫劇等於我們的口白 即是說話 他的方式和我們唱歌 要氣沉丹田 力冠於頂 都是用丹田戲的 其實是否一樣 都是一樣的 我認為是一樣的 你叫我談粵劇 怎樣運氣 我不一定很懂 但作為我們畫劇演員來說 就很講究那種聲音的傳遞 一樣都是在武漢 要自己控制 譬如他在你面前喊聲 他在遠地方喊聲 我自小就喜歡粵劇 到我小學的時候 我就已經參加學校的宣傳 社會的宣傳活動 我的老師教我唱粵劇 他懂得拿粥 懂得掌板 所以他就教我 教我唱粵劇 到了我中學 我也有參加社會的活動 是用粵劇形式去參加 到我初中畢業 我那時候是十幾歲 我很想演戲 很想演戲的時候 剛好我有一個伯母 就認識到蝕角仙 她在上海的時候 跟蝕角仙是隔離屋 我伯娘就帶我去找蝕角仙 我記得那時候蝕角仙是在東山住的 一間小洋樓 那時候大概是九點到十點左右 蝕角仙是沖完又出來 很帥氣 他有年輕的時候 穿了一件長的長衣 棉籃 冬天來的 然後這樣縮一手 你喜歡演戲 唱幾句給我聽 我就唱《胡不歸慧妻》給她聽 清臭張 當時怕不怕嗎 不怕 不怕 那她聽完之後 她說 有些事是有的 學演戲是要自戲服的 要像的 我記得的時候 因為我十幾歲 後來就說 不行了 戲服 怎麼給錢戲服 沒有錢 我爸爸 又通過我的朋友 找到吳蝕衣 吳蝕衣是花蛋 藍花蛋 藍花蛋 應該是在西關的寶華路 那時候很多老官都住在寶華路 是 又是走走 平時都很斯文 平時都很斯文 整個是 女人 女人 即是出手 成成 那都是甚麼 她是藍花蛋 那是下台 都是這樣的 是呀 這麼奇怪 都是這樣的 又是談到這個問題 就是 演戲要熬得苦 是吧 你唱也可以的 那你又要製衣服 我們叫做 製航頭 製航頭 她沒有說 我們不懂甚麼叫航頭 總之是戲服 結果就 又不行 不行 那時候我十幾歲了 十幾歲就參加佛山市業餘的組織 做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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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戲的時候我就演過粵劇 因為我在文工團 佛山有一個文工團 它是綜合成團體來的 是 有舞蹈 有唱歌 有粵劇 你不知道是否認識我演血掌印 我演血掌印 血掌印我不熟 借親倍 沒看過 沒有看過 白毛女 白毛女就知道了 我做楊白老 是呀 粵劇的 粵劇 我對粵劇也很有淵源 我開賭場 但是問過我有甚麼不變 分明說話之外 還又說 應該立即當中明顯 容仙仔 你好說了 說甚麼 我蓋倒對我有甚麼不方便 我當然不知道才問你的 你又問我一回 你猜你是容仙仔嗎 容仙仔就是光棍一條 你只是老婆外父 也打馬上的嘛 還有兩邊兒媽姑爹 不用說了 我現在馬上跟你去 也不用這麼早 那何時去 要等到今晚五更天 老鼠粗動自提德燕 你裝傻還是瘋 我要睡覺就不共你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間 佛山地區成立專業的畫劇團 吳元彪加入劇團之後 如魚得水 成功塑造了很多角色 對於每一個角色 他都演得一絲不久 入目三分 那說回你的畫劇 我們瘋劇入行 就要練功、踢腿、走圓腸 你畫劇的基礎是怎樣練的呢 我們都要的 白色 甚麼叫白色 拉扇、雲首 都要嗎 我們瘋劇那些 都要瘋腿 都要瘋腿 圓腿 都要圓腿 是的 但我們沒有那麼要求 那麼高 那你要不要我們急口領 一元一根雞、一元一根龜 究竟規矩矩矩矩 那時候我們沒有 我們又不用練這些 那時候就沒有 我們主要是白色 就是我剛才說的 雲首 雲首、拉扇 拉扇、踢腿、圓台、板身 是的 沒有誰正規的師傅來教的 因為我們當時時 佛山專區畫劇團 是十三個院士 深圳、珠海、斗門 都是屬於佛山專區的 所以我們同事 都是來住這些城市 那是要 它不單止是畫劇 是要唱得 都要唱的 都要唱的 就是都要喊聲的 都要唱的 所以佛山專區畫劇團 佛山畫劇團有一個特點 每一個演員都可以唱的 都可以唱的 又可以唱的又可以演的 真的要唱的 那麼厲害的 我記得我當時 進去佛山專區畫劇團的時候 要演小節目 我就唱《積肥網》 廖華歌《積肥網》 哦 刺一刺一刺一刺 刺一刺一刺 羅湖圈天什麼事 你很厲害 真的要的 沒辦法的 所以佛山畫劇團那些演員都會唱的 你們畫劇 因為我 人家說隔行如隔山 我對這個行蕩都很好奇 你們要練些什麼呢 除了白手 劍中 劍中 讀報紙 我知道我們語曲的節奏 有個匹匹在掌管 但你們說話的節奏是怎麼掌管的呢 因為其實都有節奏 我們表演都有節奏 都有節奏 你們口白的一個 我們不能夠說要和你們戲曲有個狼鼓 我們一幕 所以我很想知道你們是怎樣講的 那就是一揚頓挫 都是自己控制 自己控制 所以我們的台詞還有一些語言 你講一段台詞給我聽 譬如你某個角色 你考我了 我只能夠是 或者是 朗誦幾句給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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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最近朗誦了一篇散文 這篇散文都很善情 在18歲那年 我年少氣盛 和別人打架 結果說我行兇傷人 判了我六年牢 我從小就沒有爸爸 是媽媽含身如虎那樣養大了我 但是媽媽始終都沒有來探望過我 在我入獄的第一年 我收到媽媽寄給我的一件冷衣 裡面寫了一篇文章 寫著 好好改造 媽媽等著你養老 我看見這張紙條 我覺得很對不起媽媽 結果我很努力去改造 到了第五個年頭 我真的提前釋放 我快步返到家裡 怎知道離遠 看到家裡的門鎖住 我看著屋頂 生滿了閘草 我覺得很奇怪 我媽去哪裡 我立刻找到鄰居 鄰居看著我 好久都沒有出聲 然後小小聲說 你媽媽死了 怎麼會呢 她每年都寄件冷衣給我的 結果鄰居 真的帶我去墳地 我看見了媽媽的墳地 我痛苦不悔 第二天 我便賣到那些墳 拿著那些冷衣 我就離開了家 可以 為甚麼 抑揚頓創 你要表達出來 就是靠你自己的感情 是靠那個言語的高低 來把內心的感情表達出來 其實跟我們都是異曲同工 是的 不過你本身是自己有一個節奏的掌握 甚至澳門有個朋友 你帶我去見萬里尼 他很喜歡萬里尼的人物 他整個充滿 用現在的話 當時的話 充滿了小知情調 一個這樣的人物 就是很深入民心 嬌的的 那你用甚麼聲音來做 做嬌的的 你是大男人 是的 有一次 1991年的時候 我們團參加了省第四屆的藝術展 排了一個大型話劇 叫做《蒙斷西朝》 我在裡面就扮演陳啟源 陳啟源是一個民族的資本家 回到國內投資 機器蘇絲 這個人物是一個歷史人物 梳邊的 梳邊的 我叫清朝 清朝 清末文初的戲 是歷史人物 長衫 馬髮 掌邊 百虎鞋 這個造型是這樣的 坐在這裡正襟偽座 下部路四平八穩 是 代人摺物奔奔有禮 是 開口埋口知乎者也 是 因為我喜歡粵劇 是 我用粵劇的形式 的程式 表現它就對了 我怎麼用呢 譬如他出場 他安安回來的 那時候他戴了通帽 白西裝 我用粵劇的手掌 即是掌握著 我用粵劇的手掌 不是粵劇的手掌 西窗 即是他的那個 先去探路 在裡面 口掌 口掌 即是你先叫一句 才出來 等著我們的手掌 未見其人 斯文其聲 我用賭板 手掌 手掌叫聲 然後羅邊花出場 噴噴噴 一個衝突 上高台 一個良相 嘩 即是跟粵劇一樣 是 但你有這種感覺 雖然沒有羅古 我上台街的時候 我有羅古演 當然不是說什麼 我知道 有節奏 有節奏 一個良相 一個良相 那個人說 你不是在我想 發達的鬼眼七 你認識我 知道我叫鬼眼七 鬼眼七 這三個字 我是有羅古 即是撐撐 撐撐 然後我用笑 笑 我用笑的時候 我用那個什麼 哈哈哈哈 三大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三大字 我哈哈哈哈 你真的這樣 不是這樣 絕對不是這樣 如果這樣就變成你戲曲 是 但是我學習戲曲 你是借鑑 那種形式是借鑑 是借鑑 借鑑 另外有一場戲 我是那個 誣蔑那個女工 說她偷情 敗壞蜂俗 浸豬籠 浸豬籠 那我呢 就是她老闆 我出場的時候 知道一個豬籠 站在那裡 一個大石 她已經在那裡 我出場的時候 你問我怎麼出場 我用 就是 抖手 抖手 抖手和初步 我這樣 是 這樣出場 初步出場 你真的這樣出場 是真的 這是戲曲動作 這是戲曲動作 但我已經融化了 最重要是融化 如果你這樣 就誇張了 你就戲曲了 但我不是 你是這樣 我是這樣 阿練 這樣 阿練 這樣 衝向她 很有特色 很有特色 所以另外一個 就是 你這樣說 整群村民圍著 我說 大家出一句聲 出一句聲 人命關天 一個圓台 一個身段 一個人關我 就像我們這樣 天啊 這樣 這樣 這些都是粵劇 向粵劇的表演藝術學習 這些都是粵劇 畫劇演員 怎樣去向戲曲的表演藝術學習 我們說 廣東話的演員 就是將粵劇的新段 運用到你們的畫劇上 可能你也是第一個 是 不是說 每樣都可以運用的 你要看那個戲 看那個人物 是 嗯 結果有一個舞美的 老師看完之後 他說 彪叔 他說 你在台上的 一頻一視 一舉一動 都很有雕索味 嗯嗯嗯 嗯嗯 其實我們粵劇的動作就是良相 是良相 就是雕索味 都很有雕索味 就是造型 都很有雕索味 嗯 你這個陳啟源是成功的 嗯 那麼 我說我主要是向戲曲學習 我向戲曲學習 學習戲曲的表演認識 但是我不是生搏硬肚 我是經過融化 是 那麼那次我獲得了表演一等獎 嗯 那麼 那麼這個是我向戲曲表演藝術學習的一點心得 是啊 那麼也是你將戲曲融入畫劇的一個成功的一個嘗試 是 作為畫劇演員來說的時候呢 就是要做很多按照工作 嗯 按照工作 分析劇本 分析人物 嗯 這個劇本的時代背景 嗯 這個戲的最高任務是什麼 這個戲的主題思想是什麼 嗯 是吧 他的貫穿動作是什麼 反貫穿動作是什麼 人物的關係 每一場都有名題 你們都有 嗯 沒錯 還要寫角色自主 嗯 這個是我們畫劇的學習史丹尼師傅 賴庫斯基體系的 是蘇聯的一個劇劇家 是 所以 各個劇中有各個不同的 沒錯 這次被他害得慘了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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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公仔健 剛才那三個人 剛剛走了 走了 走到哪兒 那邊 剛才走了 你… 你找他… 什麼事 真可憐 找他們幹什麼 剛才他們搶黃金的時候 搶來搶去 搶到我店門口 人退 就打爛我的寶鴨串連 那你不抓住他 抓 我幾十歲了 我怎麼抓他 他們把我拱在地上 還弄傷我的腰骨 這個寶鴨串連 是呀 我浪費了很多心機 浪費了很多時間 搞的 我還要收人來訂金 阿傑兄 將來再做 是 千萬不要怒氣 不要怒氣 爹… 爹… 爹, 娘又出事了 什麼事 爹, 娘的病又失發了 剛才還哭哭哭忽 現在還暈了 你快點看著, 娘 我馬上找你通濟叔 吳元彪是集畫劇、影視和平書 表演於一身的表演藝術家 行家說他 是一個三妻多面人 除了畫劇 他滲透在三十幾部電視劇裡面 擔任過不同的重要角色 此外 他還通過無線電波 講過九部的長篇小說 並且獲得了 廣東省十大港股明星的稱號 我知道你就是多才多藝 你除了唱月曲 你本身的本行畫劇 你還講古 是呀, 我講古的時候是七四年 七四年的時候 我就講了一本長篇小說 叫做《征途》 是現代的? 現代的, 講知青的 講知青的 講知青的, 反映一班知青 在電台? 在電台 在電台 我七四年就觸電了 觸電? 就和電台合作 如果做畫劇 和講古來相比的時候 講古很難 講古真的很難 講古最難? 當然了 你講古一本書裡有多少人物 全部都要你去索造人 是呀, 用聲音來索造人 用聲音來索造人 不是, 你怎麼知道 人家看不到你的 是 看不到你的 是 只能夠想像你 是 講古的時候 你的情節的時候 你的場面的時候 就是靠聲音 沒錯 靠你的人物 是嗎? 我當時講那個《征途》 是七四年 七四年 講完之後 之後反響很大 反響很大 反響很大 我索造到裡面 很多人物 有這個 當時是 叫做中間人物 是嗎? 先進人物 是嗎? 那 就 被人印象很受 我特別索造一個 女的知識青年 哦 女的知識青年 這個人物 現在人們看到我就是 萬利利 萬利利現在怎樣 是嗎? 甚至我本來有個朋友 你帶我去見萬利利 他很喜歡萬利利的人物 他整個充滿 用現在的話 當時的話 充滿了小知識調 是一個這樣的人 即是很深入民心 嬌滴滴 那你用什麼聲音來索造 嬌滴滴 你是大男人 是啊 那就是要你去索造 好像我們男人 純粹是語言藝術 語言藝術 聲音藝術 那你如果不什麼 怎會起到一個名字 現在見到我的人 我問你有聽青年圖嗎? 有啊 萬利利 我是很美女 介紹我認識她 就澳門一個朋友 即是聲音都可以 塑造到一個這麼美女 是 真的很美女 所以自此之後 電台就給了很多故事 大駱講唱龍龍 我也講過鬼才陳夢吉 我也講過 《倫文俊》 我也講過 我專門講一些民間的故事 其實你講一些古裝的古 譬如大駱講唱龍 你可以運用我們粵劇的那些 口白的那些 有 都可以的 因為它是古裝 是古裝 都有 所以有一陣 南海問我 大駱講唱龍 那個排流在哪裡 我都不記得了 這麼多年 我怎麼記得 那麼 七四年 足電大概是七八年 就在電視上拍戲 就拍《雙星恆》 雙星恆 雙星恆 雙星恆我就跟… 白雪梅 白雪梅 是我們粵劇的一個演員 何麗芳 還有何麗芳 何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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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何麗芳 做師太 我知道 是我們空麗芳的一個名家 唱什麼 沉陽光上沉陽月 她不單止唱歌好 還是… 人品很好 人品很好 拍電視劇很到位 是啊 所以我跟粵劇真的很好 很有淵源 很有淵源 你拍戲的時候有沒有跟… 我跟胡娟娟是扮演一對夫妻 胡娟娟是粵劇的 雙星恆 是… 那個戲雙星 是講小明星 是啊… 是講小明星 那麼… 從那個時候就開始了 你知不知道他們在找什麼呢 他們啊 在找你啊 找我啊 關東軍啊 快快快 快躲起來 快躲起來 關東軍抓你幹嘛 他們想搶我的天書 這就難怪了 天書幹嘛的 是通向永生殿堂的地圖 嗯 永生殿堂啊 嗯 你去過了 去過了 那簡直是奇跡啊 一百萬年 一百萬年 你能想得到嗎 整整一百萬年 保存得那麼好啊 嗯 現在的科學辦不到 辦不到 辦不到 嗯 吳元彪在表演當中 既淋淋進之又恰如其憤 既將人物的內心世界 充分釋放 又令觀眾浮上年篇 吳元彪以出神入化的演技 被評為國家一級演員 並成為演藝界的常勝將軍 那你從藝幾十年了 有沒有些很難忘的事 很特別的事 很特別的事 你說哪方面很特別的事 哪方面都有 生活 或者舞台 或者你涉獵其他藝術門裡 拍電視 或者你捉電 有些什麼 哎呀有件事我很難忘 很難忘就是被人騙 拍電影之後沒有錢給被人騙 最難忘 真的有嗎 有 絕對有 那會不會那個劇組監製走了老 絕對 是草台班子 草台班子 你們可能未遇到過 我未遇到過 我們遇到過 因為我們簽署都大班 因為改革開放的時候不奇怪 是嗎 是呀 騙了你便沒有給 那如果幾十部電視劇 不是很不值嗎 那些是沒有的 沒有的 都是有些小小的被人騙 你問我印象最深 那搞這些行業就是 肯定的 是嗎 那你做完事 你當然要付錢 付錢就多走人 這樣 那其實我們文藝圈也有很多垃圾 有 絕對有 是呀 就是有 草台班子 是呀 我又想知道 你現在的家庭是怎樣的 我的家庭 我的家庭很簡單 很簡單 很簡單 太太在哪裡 很清貧 太太在哪裡 太太她是廣西人 是 是 她自小是在雜技團大 學雜技團 學雜技團 雜技團是做些什麼雜技 因為貧窮 貧窮 那我就推了她去學雜技 學雜技 她自小就在雜技團大 她主要是玩一下空中飛人 空中飛人 就是飛來飛去 跳來跳去 不是 就是空中的造型 空中的造型 哦 我有兩個女兒 兩個女兒 有一個結婚 有一個不結婚 兩個女兒很大了吧 很大 他們都很支持你這個話劇工作 我們住在大院 排練場也是在大院 上班在大院 我們住在大院 她不喜歡演戲 即是你們一時彩排 她也不看 她也不看 為甚麼 就是了 即是你小時候又不培養她 她沒有培養她 總之她沒有 她順順 完全都不看我演戲 哦 那我太太很支持我 即是所謂支持我 回去不用工作 全部她做完了 你這麼享受 幕後支持我 那她有沒有煲好湯你喝 我們常常用聲 我們就很計較那些湯 怎樣滋潤 那你話劇要不要 話劇…我們怎麼說呢 即是我們話劇演員 即是那種聲音來說 耐得住 耐得住 你怎樣都不一定會沙聲 即是你演出生涯幾十年 都很少失聲 很少失聲 很少失聲 即是可能沒有我們那麼傷 可能沒有我們唱 又要高音 又要拉 沒錯 沒有你們那麼傷 所以我生活都很簡單 我們家裡都很簡單 其實簡單 平凡就是幸福的 對 最重要是健康幸福 最重要是自己知足 對 吳元彪佛山話劇團退休之後 仍然在多部電影、電視劇 以及話劇當中擔任角成 原本以為退休之後 可以清閒一點 但想不到會更加之忙 為了調劑緊張的生活 近年來她還喜歡上了書法和畫畫 那你現在有沒有說 即是有些什麼新的計劃 或者有沒有有些什麼新的動作 沒有 沒有 我還是 平時就在家裡寫字 畫畫 是 喝茶 我現在愛上了喝茶 愛上了玩紫砂壺 我這個紫砂壺很普通 不像別人那樣高檔的紫砂壺 我覺得是很異情 其實挺好 喝茶畫畫 圖野性情 是啊 現在我退休之後 我就很少出來參加 很少參加出來 我從70年 2010年 以後我就很少參加拍戲 演一下小品 我還有 這次元宵節 我也有在 省電視台 那個晚會 元宵晚會 我也參加 演一下小品 演一下小品 也有 那 電視劇 電影就沒有了 最近我們單位 就要排一個大型的 康有為與梁啟超 是 那我又有一個小小的角色 嗯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很大型的一個畫劇 如果這麼好機會 我都不參加 我覺得我很可惜 我從藝了這麼多年 我是一個畫劇演員 是 為什麼這麼好機會 我不參加呢 嗯 現在看過劇本 看過這個人物 嗯 我還很有信心 駕馭這個人物 是一個怎樣的人物 一個頑固派的人物 因為康有為與梁啟超 要衛生 要改革 是 他這個是環固 哦 那就是對抗的 和他們 百幾二百年的法 你怎麼能夠改 嗯 嗯 很環固 一個大神 哦 挺有氣勢 有氣勢 那你也可以借鑑我們月劇的 那些動作 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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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把握住這個人物 嗯 家喻這個人物 是 我很喜歡挑戰 是 我喜歡挑戰 好 我覺得這樣才是個人 作為一個演員 嗯 這樣才是個人 是 有滿足感 有滿足感 一般寫下詞 嗯 別問問問問問問問 阿湘 你從事了這個欄目十年了 是 是 很感謝你 給觀眾帶來歡望 謝謝你 我今天寫了一幅詞 是 送給你 嗯 好 表示 一個小小的表示 是 寫得不好 阿湘講氣 謝謝你 謝謝標叔 謝謝你 嗯 提阿湘講氣 品戲曲人生 那這個門章呢 我們要把它美化它 而且呢 這個門章呢 到底有多高 就不可以出去那個時候 門章是多高 我進來的時候 我變了矮了或者高了 那個門章就是橡筋的 橡皮的 伸縮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 首先 它裡面 舊底的人穿長袍 那這件衣服是長袍 所以它要 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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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起這個袍 不要阻礙著腳走下去 扭起這個袍 媽媽在我們演戲的時候 很多動作都是虛擬的 但是呢 都是有生活的依據的 比如呢 樓梯 樓梯就是 建築的人 他跟我們說的 原來呢 以前呢 建築樓是單數的 很少說雙數是不合我們那種 風水學上的 所以呢 我們演戲呢 都是源於生活的 如果你是想七級 你下來呢 都是下七級 如果不是呢 會看電影的觀眾 他會說你做錯的 那不如呢 就看看 周公錦老師 教我們 看看老生是怎樣 這個 上樓梯或者是出門口的呢 觀眾朋友 你們好 歡迎收看 《來年藝談》節目 我是今天主廣老師 周公錦 這一期呢 我跟大家介紹呢 是 戲曲老生的一些台部 今天要說的呢 就是這個 爛門慘 跨門陷 老生 基本台部表演程式之一 表演時 要將長袍撩起 腳抬起 跨出去 注意在表演時 把握門陷的高度 特別 在情況緊急的時候 跨門陷時 要帶有人物的心情變化 有逃跑的心理 以前我們舊的房屋呢 就是門下面有一條 衫 所以我們舞台上呢 將這個 握這個門衫 做為我們一個 程式的動作 它是專門一套程式的 怎樣握過去 怎樣出門口 怎樣入門口 都要經過這個 握這個門衫 握這個門衫呢 我們要把它美化它 而且呢 這個門衫呢 到底有多高 就不可以 出去的時候 門衫是多高 我進來的時候 我變矮了或者高了 那個門衫就是 橡筋的 橡皮的 可以伸縮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 首先 它裡面 舊底的人穿長袍 那件衣服是長袍 所以它要 握住這個袍 不要阻礙著腳走下去 所以握住這個袍 然後腳 稍微用跨腿的方式 抬起它 這樣握出 握入呢 同樣 轉身 它也都 不要以為 在背後 給觀眾看不到的 一樣 是要掌握這個幅度 握進來 所以我們這些動作 都是非常規範 又是一個美化的 然後轉身 入門 這種就是 在一般情況下 慢慢走 很正常的出門入門 有時候人 在急的時候 這樣握門 它的動作 跟正常情況下 這個握門 就不同 譬如說 它送光殺色 是吧 你 吵了一晚 早上看著 天快光 快點走 那時候 但是這個門口 被那個媽媽娘 反鎖住 你拔開門鎖之後 下樓 開了半邊門 就出去 因為下樓之後 出樓下 是個大門 大門 把握拿開之後 開了半邊門 那種 人呢 有一種大種逃跑心理 這種難門握 它就跟剛才那種 正常的難門握 心情不同 動作有些不同 動作有些不同 好 所以為什麼用這種方式 它帶一種逃跑式 它有一種心急 所以它就有一點 有些向前 有些要慣 就是踢傷的意思 但是沒有踢傷 但是沒有踢傷 但是有這種 沒有被它踢傷 出得來 它有這種心情 好了 翻過來之後 由於它翻過來 它是找它的招門袋 它更加心急 比這個走的時候 心情更加不同 這個時候 它開了半邊門 它是開了半邊門 走的 再踢開 用腳踢開 那半邊門 那半邊門 同時 握這個門纏 你水底雨走完之後 最後一腳踢開 進來 好 好 這樣它這種難門纏 就跟正常 前面說的那些難門纏 它就不同了 它就帶了這個人物 和那個環境的變化 人物的心情變化 它同樣是一個門纏 我們的動作 我們的規範動作 我們的程式動作 它都有變化 所以我們戲曲 那種程式的表演 它是千變萬化的 不是一情不變的 我們是一模一樣 同樣是一個難門纏 這麼小的事 我們有很多種程式的表演 下面我們再介紹一下 這個上樓和下樓 上下樓 我們是在第一步 路生基本台步表演的程式之一 表演時整個人 稍微往下蹲一點 手把水袖搖起扶住樓梯扶手 眼睛從下往上看 身體感覺一層比一層高 下樓正好與之相反 設計在表演時心裡 要有一個固定的流程 否則會造成凌亂 這個上樓和下樓 同樣我們的台步都有變化 你再把這個送方殺色的上樓 和下樓這種台步 就是我們上樓的時候 一定有一個感覺 我從下向上 所以你的眼神 一定要一站在這裡 向上看 就不要看平 舞台是平的 你一放平看 給觀眾的感覺 你就會走平路 第一 一定要向上看 第二 上樓之前 人一定要向下 稍微彎一點 然後上去 你看著上面 這隻手 將水袖搖起來的目的 就是我們扶住樓梯的扶手 這樣的意思 向上走 身體一層一層比一層高 這樣才上到來 從低向上去掌握這裡 下樓反之 就是向下看 人稍微向上隔起 這樣從上向下走 下到平地 還要掌握一個問題 我們中國的樓梯 基本上它是單數 我們在舞台上 最好七級 多了在舞台上的繁鎖 少了又看不到 我們一定有一個固定的樓梯 不是 如果有些演員 他不記得 上樓的時候走九層 或者上樓走五層 下來的時候走七層 那兩層不知道去哪裡 就是我們一定要掌握這裡 特別 就是多個演員 重複這個動作的時候 一定要統一 就是你在前面走 你會走到七級 是不是 後面那個演員要跟你一樣 而且在舞台上的位置一定要掌握 同樣要走七級 就是我們一定要把握這個度 就是剛才說的那門燦一樣 那個高度一定要掌握 這個就靠我們演員自己去把握 在舞台上 一定要認認真真地清楚 這樣才能夠跟觀眾交代得清楚 好 觀眾朋友 這一期我們介紹了老生的南門燦 上樓落樓的台步 剛才我們又示範了又說了 我們一定要注意什麼呢 特別一定要注意那個度 就是一個門燦那個度 它到底有多高 那個位置在哪裡 那我們出入的時候 一定要掌握把握這個分子 不要就是歪了 這個門就變了方向 是不是 第二呢 上樓落樓一定要注意 是幾級 在哪個位置 特別多演員 重複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準確 這樣我們才能夠完整地 表演給觀眾看 這一期呢 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多謝你們收看 下一期再見 南一最近這個月 收到很多戲迷的泥信 他們紛紛要點唱 安哥的曲 梁如安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文武生 可以說 他聲色藝俱全 特別他演這個 文氣的心斷是非常瀟灑的 不如就一起欣賞一下 梁耀安和李慈商的一首 樂水夢回 音梁耀iene 文芎光 再 другой 文芎光 風 也不忍 vi 會 三年过年之年 有梦何方 夜夜老啊叔 宫头花 拜黑暗归 年夫妇 年夫妇 我恨恨远远 天哪岁 年夫妇 小小长照 落西寒海 岑正福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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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喵喵茫茫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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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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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到底是玉蟬 還是樂神 我乃六千水神 掌管錢千水人 今夜連君彼虎 才有飛月韓國 哦 哦 同一木四人同一竹 中間那個佛幽叔 老爺 什麼三個人一木 四個人一枝竹 什麼人 我都不知道 菩薩叫的 你照做就是 廣州是一個歷史的名城 有很多歷史的故事 和民間的傳說 很多人都會追究 究竟這個故事是真的還是假 那如果我利慈商 我不追究 我最重要是好聽 你說給我聽這個故事 很引人入勝 那我就覺得 其實我們是享受這個故事的 不如我們現在看看這個 看電影廣故 說一下這個廣州的故事 各位老大 歡迎收看今天的看電影廣故節目 上一期廣故老呢 就說了那個福建的蔡宗兄 就是蔡商 修橋 學到水了 觀音和他賺到錢 自大起起下 有個橋樓就出問題 解決不到技術難題 菩薩就指他 說來揚成廣州 找佛幽叔 佛幽叔就是佛幽公的拍檔 先拍檔 不是一般拍檔 先拍檔 但是怎樣找 蔡宗兄 誰知道廣州有一個叫佛幽叔 雖然佛幽叔在廣州的仙界有名 在福建的仙界沒有人知道 他是知道菩薩的 怎樣找 菩薩教他一句 三人同一幕 四人同一宗 中間那個佛幽叔 糟了 你這句話無寧兩可 插頭 阿楓 家人蔡福來了 老爺 父爺三公找他做甚麼 你馬上收拾我 老爺你解僱我 不是 你明天一早 馬上去楊成 替我找個人 找人 大人 你… 在楊成你有親戚嗎 不是 不是親戚 是菩薩叫我去找的 甚麼 菩薩叫你找你和菩薩很熟 不是 菩薩報夢給我 菩薩報夢給你 對了 你找個人 你記住 這個人叫佛幽叔 佛幽叔 他怎麼樣 住哪裡 我也不知道 你又不知道 是, 菩薩跟我說 他說你去楊成就找到他了 你記住一個說話 三人同一幕 四人同一宗 中間的佛幽叔 老爺 什麼 三個人一絲木 四個人一枝粥 甚麼人 我都不知道 菩薩叫的 你照做就是 好, 我知道 老爺也沒辦法 發過夢 當真是要我去扔他 千里迢迢去揚成一趟 等一會兒 菩薩叫他 叫他死, 他也死了 真是傻 沒辦法 老爺交戴的 唯一只要去扮 第二天一早 阿福拿著包袱 就前往陽城廣州 來到 真可憐 人生路不熟 哪裡找佛幽叔 走著走著 走著走著 剛好就走到你了 那間佛幽子的船 佛幽子 佛幽叔 不過怎麼這麼熟 只看到佛幽子門口 有四個人 四個人排成一條直線 一路走出來 圍手那個 彈著眼睛 拿著萬公竹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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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這樣走 後面那三個呢 就是雙木經失明的 一個就搭著一個的肩膀 一路走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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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同一 他們三個人 就只有前面的眼睛看 那個木就是眼睛 四人同一竹 四個人都是靠一枝萬公竹 四人同一竹 中間那個就浮幽叔 三人同一竹 中間那個 就是當嫂大二那個就是浮幽叔 浮幽叔, 是你了 你幹甚麼 你是不是浮幽叔 我是浮幽叔 你是甚麼人 浮幽叔, 對… 找你幫忙 幫…幫甚麼幫 我自身都難保 我怎麼幫你 不是的, 你能幫我 你幫我起橋 我看不到東西 起橋 我飯都不能吃 起…甚麼起 不是的 我家老爺說 是菩薩子明要找你的 你幫幫忙 啊… 馮丘叔那天, 菩薩叫到, 不能托手爭 什麼事? 你說吧 是這樣的, 馮丘叔 菩薩說你可以幫我們建的駱洋橋 駱洋橋有個橋墊, 無論如何都不穩 你可以幫幫 蓉兒, 我給你一塊石莊 你把石莊放在橋墊下面, 穩住它, 橋墊就不會倒了 石莊, 從哪兒運回來, 要多大, 要找多少船去運 用什麼去運, 你拿著就是了 橋的石墊石莊, 自己拿著又怎麼拿 摘到摘邊來 你拿著, 你拿著, 怎麼拿著 等著吧, 不要心急 浮丘叔一身 伸手在身上, 搓搓搓搓搓 在肚子搓搓搓 在肚子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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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我麻煩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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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麻煩你了, 麻煩你了 糟了, 給這塊塊, 壞石磚就不要見水了 很壞的, 看來老爺很壞的 最近找些人都很壞的, 好了, 麻煩你了 范叔叔, 你怎麼那麼會吹 你平時滾滾滾應該不少那些錢的 什麼滾滾滾滾, 這麼說, 知道了 老爺怎麼會被他滾滾, 要我千里迢迢 老爺不知道給他多少好處 范叔叔, 能不能幫幫忙 因為我老爺冇很寒 給他的水腳不夠用, 我用完沒錢回去 你賺了這麼多, 你給我一點點吧 我賺了不太多, 你看我窮得富川洞 沒飯吃, 是的 通常那些很有錢的人都說自己窮 給我一點點, 我先洗一下 好吧, 給你吧, 來 兩塊黃金, 你拿回去洗 兩副袋拿出來, 兩塊木康 喂, 木康 這裡有很多 你回去十趟福建也夠洗 多謝你, 多謝你, 多謝你不少, 待著吧 多謝佛休叔, 我走了 阿福就走了 離開了, 離開了, 佛休子 豈有此理吧 這樣玩法 收了老爺錢, 騙鬼老爺要我過來噴 給我一個老泥丸 我來應付老爺, 老爺回去一定給我 我問你, 拿一點點 你也賺了他老爺不少 給…幾兩銀也好 給我兩塊木康, 丟掉了 丟掉了, 硬閉著 誰知道, 丟掉了 奇怪的事發生 那塊木康一落地 頓時就化成黃金 那傻子殺金 一聲響陷地響 湧湧過來撿光 阿福太太 金來的 那這些不殺了, 肯袋也肯了 不過沒多少剩, 僅僅救福建 早知道我就不殺了他 原來金來的, 不是木康 那因為這裡是殺木康的成金 所以這個地方, 後來就叫做殺金行 那就殺了一聲, 又不好聽 後來就改名叫積金行 積金行, 現在已經沒有了 你查地名字還查到 那他的位置, 其實就是在家下 中山路和光復北交界的位置 以前就有積金行 還有一塊地磚在那裡 那現在地磚也難找 阿福, 搭上船 坐船就回福建 木康就變金 我就殺了一群 那他給那個東西 只是個老泥丸 他說變成石頭 怎麼變成石頭 這個沒什麼可能了吧 會不會, 進老泥丸內藏什麼玄機 看看才行 好像那些東西, 暗就變金 那些東西看出來 可能是不同的 先裝一裝吧 阿福他們好奇 想望清一下究竟進老泥丸有什麼古怪 不是 他就忘記了浮幽叔看過他 不見得水 看不是不能看 但問題是附近有水 你就不能看 不見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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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見得水 沒什麼特別 袋子的木康在木康 這塊老泥丸在老泥丸 沒什麼特別 不是 變大 斬眼之間 發現 遨 вд 一壁壁爆了那個瓶子 越變越大 變了大石 那大石一直變 敘得整隻船都扭上 Что你做的 你瘋了 就是船沉 真是敘到船上沉 沒辦法 阿福運又說 便宜了, 便宜了 大石一跌跌落水裡頭 斬眼之間一化, 化作珠江河上面 一個小島, 這個就是後來的浮丘島 沒辦法了, 浮丘叔叫你不要見水 你在珠江河上讓他見水, 老泥院沒有了 阿福花是被人省, 就不在話下了 但自此之後, 就流落了一件事 到現在都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令人 就是福建那條諾陽圈, 到現在, 古代到現在 相傳有個橋等, 每年發大水都要重修加工 據說是因為, 當年阿福說 老泥院沒有送到位, 橋橋始終收不好 流下來的後環 是不是呢? 大家去福建問問問 調查一下才知道, 廣古佬就是廣古的 這段關於浮丘公、浮丘叔和浮丘石的故事 就說了這一句 下期的看電影節目, 還有精彩的故事 送給各位, 我們下次再會 再見 我完全沒有想到那個難度, 難到甚麼程度 後面有一張道具燈在那裡, 然後我在這邊 然後把我一個轉身, 跳上去 我可以這麼準確的, 不跳錯 因為你稍微跳錯了, 真是不知道跌到哪裡 加上那支道具燈, 看來好像是石 但是他做的是木的嘛 那種重量, 當時可能是 大家自己比較遠 還是老師拿得比較遠 導演比較遠 我沒有一次失手 相反我的對手失過一次 有時刺激一下見面 他說, 叔立生, 你往上面撕吧 我說, 為甚麼? 我的鼻子有點歪 因為那時, 演外角都是你那個假鼻 我鼻子有點歪 好, 那我就在上面, 打在那裡 我當時馬上檢討自己 難道是我激乖他的? 我想不可能 如果我激乖他的眼睛也沒有 真見人家 真的真的 有一定的同量 因為他必須要在台上發出單單單的聲音 我想不可能是我的 加上, 因為我們所有的出手 我都是打上方的 他是打下方的 應該不是我 那我的心才定下來 我是雙峰的 我喜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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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